現在唸書為了個人將來有什麼用 整個台灣的國家都沒了嘛 那這裡面我們看到說媽媽帶小孩啦 這個上一代代下一代一起去遊行 一起去那邊抗議去保護學生 為什麼那為什麼馬英九沒有 因為那女兒不在台灣嘛 所以這裡面我們的領導者 跟一般的台灣的百姓家庭是不一樣的啦 所以馬英九現在只在那件事情啊 他要做什麼 不管你們怎麼信任他說 你又失言又講香蕉 又派這個白狼去替政府來為事 不管我至少分散你媒體版面 他在講什麼 金四手法 我剛剛運輸長講的嘛 金四手法 他在搶什麼運算啊 在搶版面啊 是啊 就算你怎麼樣嘲笑 你怎麼樣搶 至少我稀釋掉你這些學生運動的動員啊 文雄 你也是當爸爸的人 你看到這些大學生 其實他們也不是小孩子的 我記得我20歲都在教學 我讀四川畢業的20歲就教學 後來也教大學 一直這樣過來 其實 大家想一下 這些不是孩子耶 他們了解他們在做什麼事耶 我有時候在小時候 誒 20歲我在做什麼 你又誰在做什麼 還是讀書 打橄欖酒啊 玩童子軍啊 對啊 就這樣 救國團啊 救國團 對啊 對啊 就不記得說 所以那時候我們像 蠻後悔說那時候有很多的學運啊 學潮啊 嗯 我們都給你參加 大概我們 那時候我們那時候沒有學潮啦 有學潮會多進化 對 大家已經開始了 嗯 那我覺得這一次我們開了這個學潮 就是你剛才這麼講 那個法律系他們說 還說 全國進入座的法律系全部參與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真的不知道 對 而且你看到每個學生的那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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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啊 就包括他現在發言都很 林同學 你知道嗎 我們也投過台了 也都發現 荷陽恰老 恰如其分啊 那這一點就覺得我們這教育 並沒有像所謂什麼草莓籍啊 或者說啊現在 你的教育真的很差 不是 我倒覺得 我們在現在開始有慢慢有些力量反覆了 反覆什麼呢 我們就對學生 從三年那麼久 他開始有意見 然後 政府的那種引導之下也開始有意見 但是啊 我覺得也不要去怪學生 但是我們同時 也不要去怪那些警察 哦 那為什麼 哦 那就是你剛才講的 英國 哦 要問英國 哦 甚至於說現在也不要去罵張金鐘了 基本上 張金鐘也是個工軍 我跟你講 他是個個性的很溫和的人 我們當然了解 因為我們認識他 認識他嘛 所以他為什麼會造成他這樣 有陰呢 哇他有點像啊 這是什麼 馬英九 那我現在就在懷疑了 馬英九 請問馬英九 騎六月是騎什麼的 中國大陸告訴你要六月嗎 還應該有吧 不然盧秀恩為什麼說 啊 請馬總統去跟中國講 可緩 可以排你跑 不要那麼快 可緩 不要說一個字都不能趕 所以話就講 胡秀恩講到那個話 是不是在暗示說 馬英九答應六月 那我必須講說 那馬總統從哪邊得到說 中國大陸說一定要六月以前 根據福報的二十四條的條文 第二十四條 他說到 雙方經過他們自己的法律程序完成之後 然後得到一個過世以後 才到跟通知對方 大陸你也說什麼 然後什麼樣子 你們要幹什麼 你要幹什麼 他根本跟別人一樣是 但不要不毛了 然後拿了擋劍牌 才會搞得這麼一團亂 你知道嗎 那有什麼要注意 把它整個一團亂 不是不是 對啊 那麼可能 不讓你搞得 會喘到這種地步 我也是看為關 我跟你講 我年紀的時候 我沒有搞運動 但是我觀察你們的運動 你們這些 就你們當年 都是中彩階級 你們不愁之寬 你們是為了一份理想 在精神上的運動 那這些學生是為了 這些學生是為了自己的 為了自己的生存 他們自己已經故意到了說 自己能夠在這個車尾頭生存下去 你們現在大人還直立 他們姿勢又不優雅 他們就覺得 未來沒有了 都活不下去了 你們就讓他們走路要什麼 幾度 成功要幾度 這有道理嗎 你們要告訴說 未來在哪裡嗎 你持續22K這樣子下去 然後那些工商團體說 圖茂獨公開後有多好多好 當然很好啊 對你們當然很好 可是你們告訴我們 工商團體有沒有公佈這些學生說 圖茂獨公開後 我給你們加薪多少 我給你們的福利多少 你們的未來是 是可以共享在我們 他們的 等一下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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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說你不一定 你朋友看看這種情業 林宏齒已經過去 跟張建篤過 你沒有要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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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沒有辦法幫你打拚了 已經林宏齒的死事幫你拚了 你還不是知道 他拚回嗎 我覺得現在玩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暫緩 你再再搞了 你搞不過去的 不過二點大家看 華爾街日報今天又出來 他說草莓世代 振抜了他們的力量 學運也就不服 所以從政也是對學運的一個肯定 不過要問大家 苦夢啊 有日子能過 退退的情況 馬總統 聽到年輕人的心聲 聽到全民的心聲沒有 休息一下才回到現場